我们来看到的是花莲市公所在近日分别在建华路220项 以及国富25街两处路面执行刨除改善工程 市长魏嘉贤就表示了 为了提升巷弄道路的品质 是花莲市公所公共设施的重点之一 而截至目前都已经完成了36处的路面改善 包括了现议员魏嘉燕 世代会副主席李政伟 还有在地的里长也都到场关心路面扑设情况 花莲市近日针对国庆里建华路220项 还有国富里国富25街来进行路面改善作业 市长魏嘉贤会同了建设科长徐国成到场视察施工状况 他强调提升巷弄道路品质 是施工所重要的公共设施任务之一 只要接获代表里长建议或者是民众反应 施工所都会尽快完成道路改善 那今天我们到了几个巷弄去做我们AC整坪的一个公共工程 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有非常多的里长 我们代表还有议员的关心 那我们花莲市工所也会全力把过去 因为污水下水道所造成的一个毁损 那我们来做全力的一个恢复 那我们希望每一个人回家的路是安全跟平整的 那我们也朝向安全的家园有善移居的家园 那我们逐步的把相关的比较狭小的道路 逐步逐步的来做相关的修复 那我们会看到大的马路也已经修复 大致已经完成了大概八成到九成 那我们逐步朝向狭小巷弄的方向来迈进 那也期盼民众如果有一些需求的部分 可以来向花莲市工所反应 或者是我们当地的民意代表或里长来做相关的反应 我们花莲市工所会尽快的来做相关的整平跟铺设 包括县议员魏家宴 市民代表会的副主席李仲伟 还有当地的理长都到现场来关心道路改善工程 家宴在从担任市民代表一直到县议员 都对这个道路的品质非常关心 尤其是在学区这个附近 家宴希望说能够让学童不管是行走或是骑脚踏车 都能够平顺平坦 那不要造成学生的负担 那也非常感谢花莲市工所编列的经费 那家宴这边也会同时 也会持续的在跟县政府这边争取经费 让我们花莲市的不管是大街或是小巷 都能够有好的平坦的路让民众行走 经过我们国附里庄理长的建议与争取 那政委跟魏家英卫议员一起来向花莲市工所争取 国附25街道路重复 那也非常感谢花莲市工所的支持 那给予我们后站给我们国附里的里民 在用路上都有相当舒适的一个环境 那也期盼跟庄理长还有卫议员一起来努力 让我们后站的生活圈能够越来越舒适 华莲市工所表示 111年度华莲市A7整坪改善工程 以分批方式办理道路改善 由长富营造公司承染失作 为了避免道路修复之后又被再度开挖 市工所也先和管线单位沟通 非必要时不得再开挖 并且配合调整将既有的人孔、水阀和下地 或使顶面雨露齐平 让道路可以更平顺 提供民众安全又优质的交通环境 介络会欢事报道